《惊天见地》第五百八十一章 又是那句话 作者 《地剑一》 吞噬剑魂 奇异不容天地 无奉天成运 灭杀之 一个洪亮且十分冰冷的声音传入林白的耳中 这声音分不清是男女 但却恍如天微 震得林白心神一片动荡 林白惊骇无比地抬头看去 看向那山顶之上 是这句话 是这句话 林白震惊地难以言语地呢喃着 双目惊恐 面色仓皇 这句话 林白听见过 当初在神庙之中 那老僧为林白点画镜花水月 让林白看见了一些未来的幻景 在那幻境中 一股顶天立地的庞大巨人 在灭杀林白之前 便说过这句话 吞噬剑魂 奇异不容天地 无奉天成运 灭杀之 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林白至今不知 说吞噬剑魂 奇异不容天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林白也没有想清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还有 无奉天成运 灭杀之 奉天 你是奉的什么天 究竟是奉了谁的命令 要将吞噬剑魂灭杀 当林白听见这句话 陷入沉思的时候 山顶之上的苍穹剑 剑身从大地之中拔出了一半 露出了半截剑身 若是有人看见苍穹剑的话 必然会惊讶 因为苍穹剑 这完全是一把木剑 苍穹剑 完全是一根木头 根本看不出是一把剑的形状 在剑身上 有着天雷地火击打的胶痕 宛如是天地铸造的一般 轰隆隆 山顶上传来一片震动 一股剑意 宛如天威一般的重压而下 风云修 剑若寒 夜剑秋在这一股剑意之下 都是吓得猛然抬头 看着山顶之上 面色苍白 双目透着不解之色 第九十八步上 风云修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剑若寒摇头道 不知道 为何剑圣山的剑意会 突然加强了 这种事情 在剑圣山上是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呀 夜剑秋面色一宁 各位 这剑意 好像并不是冲着我们来了 是冲着我们背后而去 夜剑秋突然发现 虽然这股剑意极强 但是却不是冲着他们来的 剑意从风云修 剑若寒 叶剑秋等人的头顶上 一飞而过 直奔后方而去 叶剑秋急忙回头一看 他一眼就看见了林白 是冲着他去的 叶剑秋惊呼道 不仅仅是叶剑秋感觉到了 这股剑意冲着林白去了 风云修 剑若寒 火剑太子 苏星芒 清风居士此刻也都是感觉到 这一股强大无比堪比武阶剑意的力量 冲向了林白 剑意调动天地之力 浩荡而下 宛如下山猛虎 气吞万里 要一剑扫荡天地 碰 林白双目瞪大 感觉到了这一股剑意冲向了他 不好 林白暗叫一声不好 本想立刻施展白银战体抵抗 可就在这一瞬间这一股剑意轰击而下 击中林白的胸口 当场便将林白打飞下去 从八十六部台阶上 直接飞到了五十五部台阶上 轰然落地 吐血连连 夜见秋惊呼道 这股剑意果然是冲着林白一个人去的 这是为何 剑若寒说道 我怎么知道 这在剑圣山上 从来没有发现过 而且这股剑意 究竟来自于谁 这剑意的力量 调动起来的天地之力 几乎堪比五阶剑意 剑若寒惊呼之间 猛然回头看向了山顶之上 他心中惊呼道 是来自于苍穹剑吗 风云修看了一眼林白 冷声说道 哼 我就只有一个废物楼椅 怎可与我等同台禁忌 连剑圣山都看不下去了 要将它击落下去 哼 诸位 你们要留在这里看线 那就你们就慢慢看吧 我先走了 风云修连续往上踏去 冲过了九十九步台阶 翻过了剑圣山 直奔凌空虚度而去 剑若寒双目闪动一番之后 转身继续往山顶之上而去 而夜见秋犹豫了一番 说道 林兄 希望能你 扛得住这股剑意吧 说完 夜见秋也继续往山顶上去 五十五步台阶上 随着林白道飞下来 周围的舞者纷纷讥笑起来 哎呀兄弟 你不是跑得这么快吗 你怎么不跑了 怎么像一条狗吃屎一般地摔下来了呀 狂啊 你在狂啊 这下剑圣山要收拾你了吧 一个半步神单静中期的舞者 也敢如此地叫嚣 是谁给你勇气 看见林白跌落下来 周围的舞者 纷纷都是讥讽地叫嚣起来 从第五十五步台阶上站起来 林白双目含煞的一扫周围 讥讽的舞者 当即灰色剑芒一闪 一片鲜血似剑而出 所有讥讽林白的舞者 都是在一瞬间 被林白一剑斩杀 我 我就是说着玩玩 你不用杀我吧 之前讥讽林白最厉害的那个舞者 舞着自己的咽喉 难以置信地瞪着林白 最终 他的身躯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林白愤怒地抬头看着山顶之上 你不想让我踏上山巅 你还调动剑意 想要杀我 好 我倒想看看 究竟是谁这么想杀我 林白紧握青鸽剑 运转白银战体 一步步地再次向着山顶之上走去 咻 突然这个时候 从山顶之上 剑意凝食 化作一柄柄透明之剑 宛如万千剑雨一般挥洒而下 席向剑圣山的台阶上 如今还在剑圣山台阶上的舞者 纷纷惊叫起来 我的娘啊 此等天地之力落下 恐怕一瞬间 就得将我们烘碎成渣渣吧 太恐怖了 今年的剑圣山 怎么这么恐怖 明剑山庄 要将我们全部斩杀在这里吗 等会 老铁们 这些剑一只剑 好像并不是冲向我们的 他只针对了一个人 如今整个剑身上台阶上的舞者 纷纷抬头望向55步台阶上 那一个浑身是血 却傲然挺立的背影 他握着利剑 纵然只能看见他的后背 但都能感觉到 他眼中的那一股杀意 杀 林白看见一片剑雨洒来 清歌剑一闪 暴斩而去 一道惊天动地的剑气凌空飞斩 击中着一片剑雨 强大的对碰力量 立刻将整个剑圣山都轰然震动起来 本书从上架开始 地剑就说过 每天会保证五更 早上八点一更 中午十二点一更 晚上十八 十九 二十点 三更连发 望各位熟悉 如果有加更或者其他事情 会做出通知的 每天上班回家 马自到深夜一两点 第二天七点 还要爬起来上班 也是很累 请大家理解一下 月底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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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 多说几遍 感谢各位的支持 地剑感激涕零 拜谢各位老铁老个 拜谢各位兄弟姐妹 今天见地 第582章 趁势而起 作者 地剑一 此刻见千秋从明剑山庄 来到了论剑城中 与紫衣老者站在一起 紫衣老者看见 突然剑圣山上的剑意加强 席相林白 惊呼问道 剑千秋 这是你的小手段吗 你不会这么卑鄙无耻吧 林白就是在剑若涵的耳边 说了一句话而已 又没有真的轻上 你至于用这种手段 去对付林白吧 紫衣老者撇撇嘴地说道 剑千秋双目震撼地 看向剑圣山 凝声说道 是苍穹剑洞了 紫衣老者一听 问道 什么 是那山上的木剑洞吗 剑千秋万分凝重说道 嗯 剑千秋心中十分的疑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苍穹剑会突然动了呢 紫衣老者听见剑千秋的回答后 面色也是略微凝重了一分 说道 那把木剑 乃是千年之前 从天外坠落到岭东七百国的 而你明剑山庄的开山祖师也运气好 碰巧在荒山野岭之中 发现了这把木剑 也发现了这座剑圣山 他在剑圣山上 从木剑上领悟到了通天彻地的剑意 一举开创的明剑山庄 从木剑坠落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一直插在那一座山上 无论多少强者 却想要将他拔出来 可都是无功而返 没有人能将拔出来 所以他一直就在那座山顶上 足足千年了 没想到 今日他突然自己拔出来了 紫衣老者 也是深深惊骇地说道 为何紫衣老者 会对明剑山庄的事情这么清楚 因为早些年 紫衣老者曾经来过明剑山庄 专门为这把木剑而来 可紫衣老者在剑圣山上 待了一个多月 想尽了办法 都无法将木剑拔出来了 当时紫衣老者便猜出 这把木剑 可能来历并不简单 不管是剑千秋 或者紫衣老者 他们都不知道 这把木剑之中 究竟蕴含了什么样的秘密 他们只是从典籍之中得知 千年前 这把木剑从天而降 被明剑山庄的开山祖师爷碰见了 在木剑旁领悟了建议 一举开创了明剑山庄的辉煌时代 明剑山庄 北边山脉 白纸渊看见林白突然从86部台阶上道飞下去 顿时紧张地站起来 林白哥哥受伤了 吉北担忧地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林白 没有挡住剑圣山上的剑意 被击落了 木戎其冷笑道 老子就知道 一个半步神单进中期的废物 怎么可能通过剑圣山的考核 活该 活该被摔下来 吉北 白纸渊 齐龙海 南离刀 叶孤星 也都是充满了紧张和担忧 剑圣山上 林白从55部阶梯上站起来 双目一凝 沙翼涌动地 冲着山顶之上飞奔而去 体内吞噬剑魂运转起来 将不断压向林白的剑意 一点点地吞噬 减弱林白身上的压力 恰逢此刻 那一片剑语挥洒而下 宛如流星坠落一般 凶猛地袭向林白的身体之上 林白双目血红 看着一片剑语落下 其内庞大的力量让林白浑身一惊 给我破 清歌剑一剑怒劲上 一道撼动八方的剑气破空飞展而去 砰的一声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 在林白的背后 所有的剑修都被林白这一剑给震惊了 一剑击碎剑雨 林白双目宛如猛虎下山痴人一般地 冲上山顶之上而去 他拿着剑 剑上泛着寒光 宛如酒悠之下的寒冰一般冰冷 所有的剑修此刻惊呼起来 我特么地怎么感觉 这个人上去 好像是要去将天外的诸神灭了一般 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是啊 我也有这种感觉 太强大了 所有的剑修此刻 都停止了往前继续踏步而去 而是全部留在了原地 抬头震惊地看着林白 林白提着剑 一步一步地从五十五步台阶上 走上了山顶上去 沿途之上 那剑一凝实化作的虚无之剑 不断地轰杀而来 势不可挡地撞击在林白的面前 可全部都被林白一剑剑地斩碎了 灭 那一个清冷的声音传来 剑一顿时凶猛地袭击而下 重击在林白的胸口上 神通 斩风 天地之力迅速调动起来 林白一剑挥斩而去 噗哧 林白口中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倒飞而下 以后了三步 嗨嗨 林白可出了一口鲜血 神色腿敏 面色苍白 可林白脸上却是带着不甘和愤怒 为什么 为什么要杀我 林白心中不断愤怒地问道 林白不解 究竟吞噬剑魂做了什么 要遭受追杀 清风居士看见林白重伤 顿时双目惊喜 面色上露出一丝狠辣来 既然剑圣山要杀你 正好给了我一个好机会 趁你病 要你的命 清风居士冷笑一声 抽出宝剑 凌空一剑飞出 一道剑气凶猛地袭向林白 碰 射一剑 又给了林白重击 林白抬头看向清风居士 双目血红 怒冲而上 怒吼道 清风居士 你找死 哼 还不知道我们之间是谁生谁死呢 有剑圣山助我 今日你必死无疑 清风居士 站在第九十一步台阶之上 怒吼一声说道 兄弟们动手 清风居士 对着身边站在的几个好友说道 得脸 送这个小东西上西天吧 杀了他 清风居士的好友们 也是纷纷冷笑起来 恰逢这个时候 在林白的背后 无剑的声音传来 林白 受死 听见这个声音 林白惊讶回头看去 无剑浑身狼狈地冲上剑圣山来 只不过 他只能站在第九步上 愤怒地看着林白 无剑手中 展出滔天的剑气 轰击长空席向林白 火箭太子此刻看见林白父辈受敌 冷笑道 哼哼 看来本太子也要来插一手了 林白 你一个半步神单静中期的蝼蚁 根本不配和我们同鞋 给我滚下去 苏星芒眼角的余光 看见林白遭受重创 当即冷笑道 哼哼 苏星芒如今已经在第九十八步上了 只有一步便能走路翻过剑圣山 他思索片刻之后 双目中露出凶光 暗中一剑袭向林白 宜山公子看见林白父辈受敌 顿时问道 雨仙姑娘 我们要不要 花雨仙说道 你这不是废话吗 当然要 此刻林白父辈受敌 正是杀他的好机会 你去杀了他 我去抢他的除袋 宜山公子音声道 好 今天见地 第五百八十三章 黄金战体 作者 帝剑一 一瞬间 林白被逼入绝境之中 后方 吴剑虽然建议修炼不高 但是他的修为 却是实打实的半步神单进大圆满的境界 飞斩而出的剑气 也是拥有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前方 清风居士联合他的好友 一共七人 全部都是领东七百国内扬名天下的剑修高手 齐齐飞冲而下 锐利的剑芒 刺痛林白的眼眸 他们的脸上 带着必杀林白的冷笑 七人七剑 暴斩而出 清风居士等人背后 火箭太子 带着阴冷的笑容 亮出了五魂 翻身杀向了林白 火箭太子身后跟着一道剑气 这乃是苏星芒偷偷展出的一道剑气 威力恐怖至极 远超这些人所有的攻击 而暗中 宜山公子和花宇先暗暗移动 瞅准机会 要给林白必杀的意见 林白站在台阶上 环顾四方 有些与林白无冤无仇的剑修 此刻也是 迅速地袭杀而来 也不知道他们心中是怎么想的 而天空之上 山顶纳的那一片呼啸天地的剑意 再次轰然落下 化作一柄斩天之剑 怒斩九霄 横贯八方的击向林白的身上 一股股恐怖绝伦的力量 一道道令人心悸的剑气 从四面八方 无情地杀向林白 这数十人的联合一剑 势必要将林白一瞬间 斩得形神俱灭 白纸渊看见林白陷入绝境之中 顿时惊叫道 不要 林白哥哥 吉北气得双目血红 眼见林白就要死在他们的联手之下了 吉北也是 怒吼起来 不 不 不 但吉北如今除了甘坐着着急之外 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我的乖乖 这林白是犯了天怒了吗 怎么这么多人要杀他 清风居士要杀他 和清风居士一起出手的是齐亮 龙威 白虎 朱芳 这几个人 都是领东七百国内排的上号的剑修啊 就是啊 清风居士这七个人 足以排进本次的比武论剑之中的前五百了 火箭太子 居然也出手了 火箭太子的实力可是远超清风居士等人啊 他可是火焚国的第一剑修 众人惊呼连连 他们都在为林白惋惜 在十几位的剑修联手围剿之下 他们都不觉得林白有能力逃出生天 必定会神魂俱灭 慕容奇这个时候惊喜地叫了起来 吴剑没死 吴剑居然没死 好样的吴剑 给我杀了林白 哈哈 慕容奇看见吴剑虽然身受重伤 但没有死去 还是万分高兴的 让慕容奇如今最高兴的 还是如今林剑宗所有的希望 林白 他马上就要死在围剿之下了 慕容奇看见极北一脸的愤怒和绝望 冷笑道 极北 你刚才不是很得意吗 不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吗 现在怎么不叫了 我倒想看看 林白究竟是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能从吴剑 清风居士 齐亮 龙尾 白虎 朱方 火剑太子 等十多位领东七百国的知名剑修手中活下来 慕容奇冷笑连连 他心中可是恨不得林白 立刻就被错骨扬灰了最好 轰隆隆 十几道剑气击中林白身上 撼动了整个剑圣山 卷起滔天烟尘 剑圣山被这一股力量剧烈地摇晃起来 足足摇晃了三个呼吸 才缓缓地停下 不 纪北和白纸渊都眼睁睁地看着林白 被这十几人的剑气吞噬 而白纸渊更是被吓得面色一白 直接昏死过去 死了吗 你这问的不是废话吗 清风居士 齐亮 朱方 火剑太子 宜山公子等等十几人的联手一击 就算是神 现在也该死了吧 可惜了 此人可是在第一重考验中如此的亮眼啊 很多舞者看见林白被十几道剑气吞噬 都是惊呼连连着 清风居士看见那卷天起的烟尘 笑道 哼哼 自古以来和我清风居士作对的人 都没有一个好下场 朱方笑道 清风老哥 区区一个半步神单进中期的蝼蚁 死了也就死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齐亮也笑道 是啊 他已经浪费了我们太多的时间了 快走吧 如今风云修都快到论剑城了 清风居士笑道 好 我们走 无见看见那一团烟尘 狂笑起来 哈哈哈哈 林白 你终于死了 此刻神武国林剑宗内 所有弟子一片哀嚎狂怒 而沧海云天宫的所有弟子 则是一片激动和欢呼 林子儿蔑视一笑 可惜你未能死在我的手中 不过 如果你就这么点实力 连风云修都无法击败的话 你连死在我手中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你能击败风云修 或许还有一点 希望能与我一战 林子儿傲然地说道 宜山公子看见林白被十几道剑气吞噬 急忙对花雨仙说道 雨仙姑娘 还不快去 花雨仙身形一晃 冲入了那烟尘之中 可是接下来的一幕 让花雨仙惊呆了 当花雨仙冲入烟尘之中的时候 原本她想取走林白的储物袋 便立刻离开 可是她进入烟尘之后 却猛然发现 在烟尘之中 有这一道道刺眼的金光 她靠近一看 一个浑身冒着金光的男子 宛如化作了一个战无不胜的黄金战神一般 双目中流露出滔天的怒火 那一股怒火 简直快将这片世界燃烧殆尽了 她 居然没死 她不仅仅没死 而是还变强了 花雨仙惊呼说道 当花雨仙看见林白的时候 林白双目一眼看向花雨仙 林白目光金光狂闪 宛如一道道锐利无比的黄金神剑一般 刺向花雨仙 林白冷声道 你是来杀我的 花雨仙一惊 惊慌失措地说道 道友别急 我不是来杀你的 我只是 看他们联手围攻你 心中很是愤怒 所以想来看看 你死没有了 如果还活着 我这里有上好的疗伤丹药 花雨仙急忙说道 而且迅速地从储物带之中取出了疗伤丹药 递给了林白 林白一看 这些丹药果然是上好之物 但林白看了一眼之后 便冷声道 如果不是来杀我的 那就滚一边去 别挡我的路 林白轻割剑一舞 剑势纵横而开 将满天的烟尘撕碎 一个浑身冒着金光的男子 便立在了剑圣山上 战神诀 第三层 黄金战体 今天剑地 第584章 你们今天都得死 作者 帝剑一 就在清风居士 火剑太子等人 要继续翻过剑圣山的时候 突然 一道剑士狂舞八方 将烟尘吹散 清风居士和火剑太子 都是惊讶地回头一看 烟尘被剑士绞碎 一个浑身散发着金光的男子 宛如黄金战神一般地 立在剑圣山上 那眼神之中 流淌着黄金火焰一般的愤怒 什么 没死 清风居士和火剑太子 都是惊骇万分地叫了起来 花雨仙此刻一转身 直接消失在了剑圣山上 几步便跨越了99道台阶 来到山顶之上的时候 惊讶地看了一眼灵白后 转身席向了凌空虚度的方向 对一山公子喊道 现在已经不是杀灵白的时候 以后再寻机会吧 一山公子心有不甘地说道 他怎么命这么大 十几位领东七百国的强大剑修 联手一击 居然都无法将他灭杀 一山公子怒吼一声 跟随者花雨仙的脚步 飞上了剑圣山之上 极北看见凌白还活着 顿时激动万分 而神武国林剑宗的所有弟子 也瞬息间 死灰复燃 你们今天 都得死 林白怒吼一声 猛然回头看去 看见了第九步台阶之上的无剑 身子立刻俯冲而下 从五十五步台阶上冲了下去 我靠 这个人居然不进反退了 他要冲剑圣山上杀回来了吗 沿途之上所有的剑修 琪琪给林白让开一条路 根本不敢拦着林白 要知道剑圣山上 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 若是退后 要想再踏上去 那简直是难上登天 而此刻林白 居然直接从五十五步台阶上 回身杀向了第九步台阶 无剑面色着急 脚步踉跄后退 一咬牙 无剑直接放弃了登上剑圣山的念头 直接转身便要离开此地 死 当无剑转身的刹那 一个冰冷的声音 回荡在他的耳边 这个声音之中 充满了滔天愤怒 听得无剑浑身一寒 无剑一回头 正巧看见了 林白猙獰愤怒的一张脸 吓得他满头是汗 急忙求饶道 林白 我错了 我错了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只要你不杀我 我给你当牛做马 让我做什么可言 不吃 在无剑惊骇求饶的面色下 林白一剑果然地斩下 将无剑的头颅消飞出去 鲜血四剑 慕容奇看见无剑被杀 顿时怒吼道 不 林剑宗 我沧海云台宫 与你不死不休 急北怒吼道 你麻痹 你吓唬谁呢 你沧海云台宫 不是天天和我林剑宗 不死不休吗 到现在为止 你沧海云台宫 也没有拿我林剑宗怎么样呀 慕容奇冷笑道 你等着吧 林剑宗覆灭之日不远了 急北冷笑道 哼 如果你沧海云台宫 真有能力覆灭林剑宗 那五十年前 你们就这么做了 死 看见林白 从五十五步台阶之上 转身回来 只为杀无剑一人 顿时让全场所有的剑宗 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此人是一个狠角色啊 是啊 放弃了五十五步台阶的位置 反身回来杀了此人 什么 他居然又冲上去了 一步踏出 居然跨出了六十多步 乖乖 剑圣山的剑翼威压是坏了吗 当所有剑修都惊呼起来的时候 林白杀了无剑之后 一回头 看向了九十多步台阶之上的 火剑太子和清风居士 一言不发 林白一步踏出 跨越了六十多步台阶 直接席向清风居士和火剑太子 从五十五步杀回来 又从第一步杀回去 此人简直逆天无双啊 是啊 剑圣山上的威压 就好像 是对他没有丝毫影响的一般 如今在剑圣山上的剑修 全部都傻眼了 他们简直难以理解 林白究竟是如何做到 无视剑圣山的剑翼威压 在剑圣山上来去自如的 林白落在第六十五步上 风雷神异施展 快如闪电一般的 席向清风居士 哼哼 居然没死 那我们就再送你一程吧 清风老哥 你都不用出手 让我们来吧 让我们送这个混账东西 下地狱去吧 清风居士身边的所有好友 都是齐齐冷笑一声 施展剑法 席向林白 死 林白看见这几人再次出手 顿时一息顺杀剑发动 灰色的剑芒 立刻闪耀而起 一剑将这六七人 全部斩杀在了剑下 什么 朱方 齐亮等人的联手一击 居然被你如此简单的就接下来 清风居士看见这一幕 宛如见了鬼一般的看着林白 林白冷笑一声 双目冰冷的看着清风居士 清风居士一惊 如今林白的眼神 宛如是看着死人一般的看着他 充满了冰冷和无情 你还全身冒着金光 装神弄鬼 给我死 清风居士怒吼一声 武魂显露 一剑撼动天地一般的 席向林白的身上 清风居士 我来助你 火箭太子 此刻冷笑一声 同时也施展了剑法 席向林白 轰隆隆 两道剑气排山倒海一般的 击中林白 撼动八方 可这两道毁天灭地 灭神涂魔的剑气 击中林白 居然也仅仅是让林白的身躯 摇晃了两下而已 连林白的防御都没有破开 二位 你们准备好去看地狱的风景了吗 林白浑身一震 将冲入体内的剑气 直接震碎 随后盯着清风居士 和火箭太子凝笑着 这怎么可能 这根本不可能 清风居士和火箭太子 双双惊呼起来 他们难以置信 他们二人的联手一剑 居然无法将林白击杀 连林白的防御力都没有破开 林白一步踏出 风雷神意爆闪而上 临近清风居士 林白一剑怒斩而下 扑哧的一声 清风居士都没有来得及求饶 便被林白一剑斩下 随后 林白的目光看向火箭太子 随着林白一眼看来 火箭太子满脸仓皇 吓得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你想干什么 我警告你 我可是火箭太子 火焚国的太子 你杀了我 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 林白冷笑道 没关系 等杀了你之后 我再去火焚国灭了你满族 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 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林白盛怒之下 居然一开口 就要灭杀火焚国皇室 火箭太子 此刻正的是被吓坏了 跪在林白面前 声泪俱下地说道 林白大爷 不要杀我 不要 扑哧 当火箭太子刚刚开口的时候 林白便果断地扬剑 将火箭太子的头颅 斩飞出去 你这一套求饶的话语 林某一路走来 听过不止千万遍 听腻了 林白面无表情 凶神恶煞地 踏上剑圣山上去 浑身沐浴着金光 手握绝世利剑 林白一步步 踏上剑圣山之巅 冷声道 我来此地 就想问一句话 这天下还有多少人想杀我 都一起来吧 今天见地 第五百八十五章 木剑残魂 作者 地剑一 沐浴着金光 林白面无表情地走上 剑圣山之巅 在剑圣山的山顶之上 那一把插在地面之上 不知道多少岁月的木剑 此刻已经完全地 从大地之中拔出 悬浮在半空中 剑锋对着林白 散发着寒光 我上来就想问一句话 这天下还有多少人想杀我 让他们一起来吧 一个个地上 浪费时间 林白看着木剑冷声说道 一个毫无感情的声音 回荡在林白的耳边 狂妄自大 你永远无法得知你即将要面对的 是什么样强大的敌人 林白冷声问道 你是谁 抱上鸣来 林某剑下 不杀无名之辈 那声音说道 我是谁 不重要 你只需要伏地等死即可 林白冷声道 什么叫做吞噬剑魂 奇异不容天地 而你又是奉了谁的命令 要来杀我 那声音道 能遇见你 是我的一场造化 而你遇见我 也是你的造化 同时也是你的不幸 等杀了你之后 我就能超脱命运了 受死吧 那声音冰冷地说了一句之后 木剑剧烈地颤动起来 滔天的剑芒 从木剑之上挥斩而下 轰隆隆 一剑怒斩而下 强大的剑气 撼动了八方云霄 剑气凌云 斩碎天地 这一剑 已经有超越人丹静的力量了 剑意 神通 斩锋 神通 残花 神通 葬雪 黄金战体 林白此刻将身上诸多手段 齐齐施展而出 对着这把木剑轰击而去 飞剑 再来一次 飞剑显露 将林白的所有神通 全部在此施展一番 一瞬间 就宛如有两个林白 同时施展最强大的剑法 席向木剑 紫衣老者看见林白爆发出来的力量 顿时吓得眼珠子都快飞出去了 林白的战斗力 居然直逼人单静了 剑千秋也说道 他那把会飞的剑 就相当于是第二个他自己 完完全全能施展出他全部的力量 而且甚至于比他本尊还要强大 呀 林白怒吼一声 一片剑气乱舞 轰杀向木剑上而去 砰的一声巨响 木剑怒斩而下 剑气将林白所有的攻势全部斩碎 随后一剑撞击在林白的胸口之上 扑哧一声 林白到飞出去 重重地摔在了百米之外 口吐鲜血 胸口之上 有这一道恐怖的剑痕 这一剑 鲜血就要了林白的命 飞剑急速地破空刺来 一剑就要将林白钉死在地上 林白冷笑道 现在我都要死了 那你是否可以告诉我 究竟是为什么要杀我吗 木剑飞冲而来 冷清的声音传来 你不配知道 咻 木剑怒冲而来 抱刺向林白的身上 死吧 木剑之中的那个清冷的声音 扩散而出 言语之内 带着难以言语的激动 我原本以为 老子会在这把破木头中 永远地腐朽下去 可是没想到 居然让我遇见了你 真是我的造化 造化呀 等我杀了你 带着你的魂 回去之后 我必定能超脱天命 当木剑袭杀而来的刹那 灵白双目之中 突然弥漫而起了一股黑色的锐利之芒 武魂秘法 指戈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 灵白再次领悟吞噬剑魂的秘法 自从灵白领悟搜魂 破镜 两招秘法之后 如今再次领悟第三招秘法 这一招秘法 名叫指戈 能击碎天下所有的兵人 黑色的剑芒从青鸽剑之上弥漫而起 灵白举起青鸽剑 一剑挥斩而下 撞击在木剑之上 哈哈 皮肤汗术 你区区半步神单静的修为 纵然老夫是残魂之躯 也不是 你可以抵抗的 那清冷的声音再次传来 碰 就在青鸽剑和木剑对碰的刹那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原本坚不可摧的木剑被青鸽剑击中 顿时层层爆裂而开 砰的一声巨响 木剑在灵白的面前 轰然爆发而出 而一个残魂惊骇无比的 出现在灵白的面前 这残魂脸上 有着难以置信的目光 看着灵白 冷声道 你居然都领悟了 吞噬剑魂的第三招秘法了 灵白看着残魂 也是惊讶一番后 冷声问道 告诉我 究竟是谁要追杀 吞噬剑魂的拥有者 残魂惊骇无比 面色变动之后 他感觉自己 在不断的衰弱 心中冷声道 不行 没有魂幕 我这残魂之躯 撑不了三个时辰 就得飞灰烟灭 等快点去找到新的魂幕 该死的小东西 你给我好好活着 老夫会回来找你的 修养千年 才凝聚出一丝残魂 老夫可不想 现在就死 况且 老夫还找到了这个小东西 等老夫恢复了肉身 杀了此人 带着他的魂魄 回去之后 超脱天命 哈哈 这残魂狂笑一声 黑雾一卷 直接消失在了剑圣山之上 你跑个屁啊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灵白看着残魂远去 顿时怒吼道 哈哈 好好去翻翻你们吞噬剑魂的族谱吧 看看你们历代吞噬剑魂都干了什么 你就明白了 那残魂狂笑的声音传来 灵白与残魂的对话 只有他们二人能听见 如今灵白看见 残魂远离了天边 顿时满脸阴冷 吞噬剑魂 还有族谱 灵白疑惑地说道 当即 灵白盘膝坐下 从储物袋之中取出了疗伤丹药 开始疗伤 论剑成中 看见灵白将木剑击碎 剑千秋双目惊变 而随后 他又看见那漂浮在半空中的残魂 顿时又是一惊 紫义老者说道 原来那木剑 不过是这残魂修养的地方而已 剑千秋说道 我们早该想到 那木剑原本就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而真正奇特的地方 是木剑之中的残魂 紫义老者深吸一口气说道 是啊 这残魂的力量 相当恐怖啊 也不知道他此刻去了哪里 剑千秋笑道 不过这对于明剑山庄来说 是好事 紫义老者笑道 灵白将你们明剑山庄祖传的宝贝 都给击碎了 你还说是好事 剑千秋笑道 哼哼 如果那残魂没有出现 灵白击碎木剑 我当然绕不了它 可是如今 若不是灵白击碎木剑 我们岂会知道 那木剑之中 居然还有这一个 如此强大可怕的残魂 万一这残魂什么时候苏醒过来 看明剑山庄不顺眼 抬手就给灭了呢 剑千秋淡淡地说道 紫义老者一听 也是暗暗点头地说道 也对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如此一个神秘的残魂 久居在鸣剑山庄 估计你也睡不着吧 剑千秋微微一笑 不置可否 如此说来 我倒是 欠下灵白一个人情了 剑千秋苦笑一声 惊天剑地 第586章 蛇神俘虏 作者 帝剑一 半个时辰之后 灵白突然睁开双目 眼神之中露出了一丝惊喜 二阶剑意后期了 此刻灵白的剑意 在击碎那柄木剑之后 正式突破了二阶剑意后期 本次来鸣剑山庄 收获颇风 不仅仅剑意 突破了二阶剑意后期 还将白银战体 突破到了黄金战体 而武道修为 也突破到了半步神丹镜后期 在论剑比武开始之前 灵白便已经突破到了半步神丹镜后期 但却没有显露自己的真实力量 想看看 自己能不能以半步神丹镜中期的实力 夺得论剑第一 接下来就是去论剑城 夺得第一 得到木剑冯春草了 灵白在剑圣山上站起来 如今半个时辰过去了 数不清的武者 直奔凌空虚度而去了 刚才那十几道剑气之中 有两道不是属于清风居士 和火箭太子的 那两道剑气 一道是属于夷山公子 一道是属于苏星芒 哼 灵白急不走向 凌空虚度的方向 灵白定睛一看 前方是一片顺滑光秃秃的悬崖峭壁 如今在峭壁上 有着一个个剑修 小心翼翼的贴着峭壁 艰难地往一点点 往前面移动而去 峭壁下 是一片深不见底的深渊 随着灵白低头一看 瑞丽的眼神 几乎没有看见深渊的底部 这若是不宜小心掉下去了 还就算是人丹静 也得摔得粉身碎骨吧 啊 正当灵白疑惑的时候 一个剑修一小心一脚踩空 掉落万丈深渊 当即被摔成了肉末 灵白看着一个个的剑修掉下去 双目中露出了一丝忌惮 当即目光往前看去 灵白看见了苏星芒和宜山公子 正已经快要抵达凌空虚度的终点了 而凌空虚度上的第一名 依旧是风云修 灵白一眼远眺看去 在凌空虚度这条峭壁的前方终点 有着一座巍峨的山峰 在这座上尖端之上 修建着一座宏伟巍峨的城池 此地便是论剑城 这座山峰高可晴天 宛如站在山顶之上 即可与日月并肩一般 上半截山岳 耸入云霄之中 这山峰之上便是云天之巅 论剑城 宜山公子 灵白此刻收回目光 看向宜山公子 双目暴闪杀意 在之前 灵白便感觉出其中宜山公子 曾经对他出手 而灵白 可不是一个任打不还手的人 欲见朔 灵白当即嘀吼一声 飞剑落地 灵白踏着飞剑 冲向了宜山公子 我的马呀 真高啊 这要是掉下去 老子半步神 担尽大圆满的修为 也得死啊 是啊 前面的白痴 能不能走快点 不能走了是吧 给我滚下去 老哥 别踢我 别踢我 我掉下就死定了 啊 一个个因为修为不足的剑修 挡在了凌空虚度之上 被后面着急前进的舞者 一脚踹了下去 此刻灵白踩着飞剑 飞在凌空虚度的山崖上 暴冲而去 灵白踏剑出现 立刻引起了全场一片轰动 这祸是谁啊 这要牛逼 他居然可以飞 他脚下的宝剑是 玉空灵剑吗 废话 这天下只有玉空灵剑 才能飞在半空中 不是玉空灵剑是什么 好羡慕啊 据说玉空灵剑最便宜的 都要十几亿零食啊 这货真有钱啊 很多舞者趴在峭壁上 羡慕惊骇地 看着灵白飞冲而去 正当此刻 夷山公子猛然回头 看着灵白踏着飞剑而来 顿时面色惊骇 心中狂震 该死的 他怎么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夷山公子面色大急 手中不断地攀爬在峭壁上 疯狂地往前移动而去 想跑吗 正当夷山公子 不断向前挪移的时候 一个冰冷的声音 回荡在夷山公子的耳边 夷山公子惊讶万分 回头猛然看去 灵白站在飞剑之上冲来 手中轻割剑一掌而下 一道通天彻地的剑气轰击而去 凶猛无比地 击向夷山公子的身上 夷山公子急速地腾膜身形 往前飞冲了一段距离 躲开了灵白的这一剑 这一剑击中峭壁之上 顿时留下一道 长约百米左右的巨大剑痕 峭壁上传来一片震动 数不清的舞者一时不稳 直接掉下了万丈深渊之下去了 突然感觉到 峭壁上传来的波动 花雨仙 剑若寒 苏星芒 叶剑秋 风云休 也都是齐齐 回头看了一眼 当他们看见 灵白战扎飞剑之上的时候 顿时惊讶了 夷山公子怒吼道 灵白 你休得猖狂 还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吗 有本事等到了论剑城 你我好好地打一场 哼哼 你没有那个命 活着到论剑城了 现在就给我死 灵白飞剑一踏 冲了上去 一剑怒斩而下 刺向夷山公子 扑痴 这一剑落下 夷山公子直接被灵白斩飞出去 差点掉下悬崖下去 胸口之上 留下一道恐怖无比的剑痕 鲜血直流 夷山公子看见灵 已经没有打算再放过自己了 顿时双目血红起来 满脸猙獰 呜呜呜呜 我跟你拼了 夷山公子猛然间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张符露 双目露出一丝狠辣之后 猛然间 符露贴在了自己的身上 啊 当即符露贴在身上 夷山公子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 灵白便看见 从夷山公子的身上 长出一个个细小的蛇鳞 而与此同时 夷山公子的双尺上露出尖锐的獠牙 一双眼睛 变成了蛇童 散发着绿光 这又是什么鬼符露 和当初在朝阳宫中 意涵使用的符露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附体类型的符露 只不过夷山公子的符露 可比意涵的符露要高明太多了 好 夷山公子此刻变得半人半蛇 满脸猙獰无比 盯着灵白 蛇童绿光闪现 咻的一声 夷山公子从峭壁上飞冲而去 一道绿色的飞红 瞬间便杀到了灵白的面前 一爪猛击而下 宛如仙刃一般的爪子 在半空中 抓住三道绿色的锐芒 恐怖无比 灵白踏着飞剑 急速地躲避而开 惊天见地 第587章 夷山公子 死 作者 帝剑一 一时间 峭壁之上的恶斗 吸引了不少舞者的惊叹 灵白 我要你的面 夷山公子声音极度阴森 且猙獰地说道 我倒想看看 是谁要谁的面 灵白双目一闪 杀意暴露 手中清歌剑剑上 露出了璀璨的剑芒 一剑飞冲而去 剑气飞斩而下 击中夷山公子 体表上的蛇铃上 啪啪 一片火花似箭 灵白如此锐利的一道剑气 进入还无法破开 夷山公子的蛇铃 夷山公子 硬抗灵白一剑之后 化作一道绿光 暴杀而来 一道道的绿芒 锐芒爆炸而来 撕裂苍穹 毁天灭地的 击向灵白身上 碰 灵白被夷山公子 一找震飞出去 当即体内 一片气血翻涌 居然有这般厉害的力量 但我就不相信 你是不死之身 灵白面色凝重 二阶剑意后期的力量 爆发而出 宏伟的天地之力 凝聚在灵白的剑忍之上 神通 斩风 灵白眸子一狠 一剑怒斩而下 咔咔 一剑重击在 夷山公子的身上 可依旧未能见 夷山公子重伤 哈哈 没用的 没用的 蛇神福禄是护教 至尊交给我的宝物 岂能是你这个半步神 单近中期的蝼蚁 可以击碎的 夷山公子 看见灵白几剑 都未能见自己击杀 当即狂笑起来 是吗 必须到 3w.bygdo.info 灵白听闻之后 面色上露出一丝倔强 神通 残花 灵白再次一剑 击中夷山公子的尖头上 当即咔咔的几声 脆响传来 夷山公子尖头上的蛇铃 被灵白一剑劈开 露出了血肉 什么 夷山公子目光惊骇 可恶 灵白 原本还想虐杀你一会 可是现在看来 没有那个时间了 给我死吧 神通 千山 夷山公子爆冲上来 建议神通施展开 一片十万大山从天而降 震落而下 这一片十万大山 裹挟着天地之力 碾碎世界万物的落下 传来一片轰动 死 此刻所有看见 灵白与夷山公子 恶斗的舞者 都是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他们感觉到 夷山公子的这一招 神通上 几乎拥有着 毁天灭地的力量 神通 葬雪 灵白看见 夷山公子的一剑 飞冲而来 当即清歌剑流光闪动 凶猛地一击对碰上 轰隆隆 两者对碰的力量 撼动了凌空虚度 此刻所有剑修 对于灵白的力量 再也没有了任何的质疑 就在灵白这一剑 冲向夷山公子之时 灵白目光中金光一闪 脚下飞剑突然飞射而出 在飞剑之上 凝聚而出一股凄凉的速杀之气 飞剑 残花 飞剑冲碎夷山公子的神通 对准夷山公子肩头上的伤口 猛击刺下 啊 不 夷山公子一声惨叫传来 他感觉从这把飞剑 正在从他的肩头上 刺入体内 直逼心脏而去 不不不 我不想死 圣女殿下 救我 此刻夷山公子惨叫起来 一股死亡的威胁 让他不断地求饶 扑吃 鲜血四剑 凌白的飞剑直接将夷山公子的心脏击碎 夷山公子猙獰的面色逐渐地平和下来 双目中的沙翼熄灭下去 身子一凉 向着无底深渊之下坠落而去 随着夷山公子身体掉落 飞剑飞回凌白的脚下 拖着凌白不断下坠的身体 再次冲上了凌空虚度之上 顺手将夷山公子的储物袋抓入了手中 凌白很好奇在夷山公子的储物袋中 有没有朱雀大印的另一版 但此刻凌白无暇去看夷山公子储物袋 收入怀中 日后再看 花雨仙看见夷山公子 拿出了蛇神俘虏兜 无法将凌白击杀 顿时眼神之中露出了一丝惊骇 而随后听见夷山公子向他求救 顿时让花雨仙心中怒火中烧 目光愤怒地看着夷山公子 你怎敢如此向我求救 此刻 花雨仙都有一丝想要出手 将夷山公子灭杀的念头 五毒教如今还不能浮出水面 因为五毒教的大事 还没有准备好 花雨仙看见夷山公子死了 心中不但没有丝毫的恨意 反而还有一丝高兴和兴奋 甚至于还有一丝感激凌白 若不是灵白及时杀了夷山公子 真不知道夷山公子还要说出什么 关于五毒教的事情来 但灵白此刻也没有起义 只是心中一惊 圣语 难道夷山公子不是一个人来的 可灵白没有细想 如今来了三万多位剑修 鬼知道是哪个呀 苏星芒 灵白杀了夷山公子之后 踏着飞剑直冲苏星芒而去 刷 飞剑的速度极快 眨眼之间便从凌空虚度的尾部 直接冲到了前方 轰隆隆 灵白看见了苏星芒的人影 满脸力气 一剑怒斩而下 一道通天彻地剑气息 向苏星芒的后背上 噗痴 苏星芒直接被灵白这一剑击中后背 一片血肉模糊 露出森森白骨 苏星芒面色骇然无比 看向灵白满脸力气的时候 眼神之中出现了忌惮和惊恐 龙龟海师兄 剑若涵师姐 救我 救我啊 苏星芒看见那么强大的夷山公子 都不是灵白的对手 那他怎么可能是呢 当即便向十八位剑主之中 最强大的龙龟海 和四剑皇之一的剑若涵求救 灵白杀了夷山公子之后 直奔苏星芒而去了 我的乖乖 这是要对明剑山庄的十八位剑主下手了吗 牛逼 敢当着明剑山庄的四剑皇和十八位剑主的面 一剑将苏星芒打成重伤 反正我是不敢 我佩服你 是啊 如果此刻四剑皇和十八位剑主 不去关心论剑城的位置 直接翻身杀向灵白 灵白能挡得住明剑山庄青年一辈的集体为杀吗 真是一高人胆大 此刻所与观战的舞者都是纷纷惊叫起来 紫衣老者笑道 哟喝 他冲着苏星芒去了 这灵白可是一个狠角色 之前苏星芒在剑圣山上偷袭他 虽然出手十分小心 可灵白还是感觉到了 剑千秋说道 凌空虚度上不好施展手段 苏星芒才受了他一剑 若是在论剑城中 二人正大光明的一战 还不知道是谁胜谁负呢 紫衣老者微微一笑 眼神之中露出不可微察的一光 此刻紫衣老者心中已经断定 灵白的实力估计远在苏星芒之上 而剑千秋的眼光 岂能与紫衣老者这位非天境的高手相比 他还觉得苏星芒与灵白之间 能有一战之力 今天见地 第五百八十八章 云天之殿 论剑城 作者 第剑一 灵白一剑命中苏星芒 直接立刻施展剑一神通 调动天地之力 今天神来了 都救不了你 神通 残花 灵白一剑怒冲而下 锐利的剑芒 让苏星芒浑身胆战心惊 一股死亡的威胁 显露在苏星芒的心头上 苏星芒面色一瞬间绝望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剑若寒一咬牙 从凌空虚度上的第二鸣上 一剑冲向灵白 一道冰寒剑气破空袭来 沿途之上的所有山崖 都是一股亿万年不化的寒冰之气 笼罩起来 砰 一剑撞击在灵白的剑气上 将苏星芒从灵白剑下救下来 剑若寒 你找死 灵白愤怒地瞪着剑若寒 眼神之中杀意流露 剑若寒冷若冰霜地说道 苏星芒毕竟是我明剑山庄的弟子 我岂能坐视你 将他击杀 灵白 之前苏星芒见圣山上偷袭你 是他不对 我代他向你道歉 等本次论间大会结束之后 我明剑山庄 必定有好礼送上 否则的话 说到最后一句 剑若寒眼神之中露出一丝冰寒的异光 言语之中带着威胁之意 灵白好奇地问道 否则的话 那又当如何 剑若寒冷笑道 如今凌空虚度上有明剑山庄弟子超过百人 其中十八位剑主 和四剑皇任何一人的修为都比你高强 若我们联手之下 恐怕你纵然有飞天遁地之能 有难逃一死吧 灵白哈哈狂笑起来 剑若寒 你也太看得起你们明剑山庄的弟子了吧 恕我直言 纵然此地所有的明剑山庄弟子一起上 我灵白也有绝对的信心将你们全部都杀了 不信 你们就来试试 来吧 灵白剑锋一指 一扫凌空虚度上的所有明剑山庄弟子满脸力气暴怒不已 论剑成钟 剑千秋听见灵白这句话 当即气得蹊跷声烟怒吼道 狂妄 自大 我倒想看看 你究竟有何德何能 敢如此灭世 我明剑山庄弟子 剑千秋狂怒不已 明剑山庄 身为领东七百国第一剑修圣地 门下弟子扬明天下 何曾受过灵白如此的灭世 子依老者笑道 淡定 淡定 剑若寒听见灵白这句话 便说道 既然你对自己的实力 如此有把握 那么何不如等我们到了论剑成钟 再一较高下 灵白 难道你不敢吗 剑若寒逼问道 灵白冷笑道 我有何不敢 苏星芒 那就留着你的剑命 论剑成之中 我必定横扫你明剑山庄所有弟子 说完 灵白瞪了一眼 剑若寒 一踏飞剑 直冲凌空虚度前方而去 刷 飞剑的速度 一瞬间越过了第二名上的夜剑丘 冲向了风云修 风云修此刻刚刚离开凌空虚度 正向着天梯之上走去 突然这个时候 风云修感觉到了 背后传来一股寒气 他猛然回头一看 灵白踏着飞剑冲了过来 力声道 原来是你这个蝼蚁 给我滚开 这第一名是我的 灵白面色一寒 清歌剑之上 暴斩而出三道剑气 重重地击中风云修的后背上 扑斥 风云修直接被灵白一剑击飞出去 就在灵白与风云修交手的一瞬间 一个人影从灵白的身边一掠而过 他是叶剑丘 叶剑丘今年依旧是第一个冲入润剑城的舞者 灵白收起飞剑 落在风云修的面前 看着倒飞出去的风云修 冷声道 这一剑 是老子 还给你的 现在我们两清了 风云修看见叶剑丘追了上他 已经走入了论剑城 二话不说 急忙爬起来追了上去 不不不 第一名是我的 是我的 灵白 你我的仇 等会再算 风云修 牙字欲裂地怒吼起来 急忙冲上去 灵白看见风云修 更加在乎论剑城内的席位 也是微微一惊 当即也跟着冲了上去 天梯之上 灵白走上这座山峰的尖端之上 那一座宏伟的城池之中 灵白快速地走进去 城内 一片巨大无比的圆形广场 在圆形广场的场外 一个个的席位名列着 从第一到九千 一个多 一个不少 广场和论剑城 都是明剑山庄 用特殊的材料和法阵 禁止修建而成 足以承受人担禁的高手 在上面斗法 灵白走入论剑城中 一扫广场 看见了第一名的席位上 叶剑秋已经坐下 而第二名的席位上 风云修愤怒无比地瞪着灵白 随即 灵白走到了第三位上去坐下 论剑城中的席位 已进入论剑城的顺序 依次排序 实力越强 修为越高的剑修 自然就会越快地通过三重考验 进入论剑城 风云修看见灵白坐在第三名的席位上 当即冷声道 灵白 你记着 你无法活着 走出明剑山庄 灵白双目一睁 冷声看着风云修说道 你信不信你 无法走出论剑城 论剑城中 是不能杀人的 而灵白这句话 显然是带着杀意 恰逢此刻 剑若涵走入论剑城 坐在了第四位上 剑若涵来到第四的席位上坐下 他侧目一眼 十米之外上的灵白 满脸的冷色和暴力 风云修 叶剑秋 剑若涵 灵白都是盘膝坐在席位上 快速地运转法掘 恢复体内消耗的真气和伤势 时间飞快 一个个的剑修 踏入论剑城中 足足半个时辰之后 便有接近五千多位剑修 坐在了论剑城内的席位上 而且 还有不少的剑修 正在往论剑城中来 但论剑城中的前十 却已经尘埃落定了 第一 夜剑秋 第二 风云修 第三 灵白 第四 剑若涵 第五 无畏 第六 负一灵 第七 宇文建国 第八 龙归海 第九 苏兴芒 第十 花雨仙 其余的前二十 全部都是明剑山庄十八位建筑霸占 在如今论剑城的前二十之中 除了林白 风云修 叶剑秋 花雨仙之外 足足有十六个人 全部都是明剑山庄的弟子 可想而知 明剑山庄培养弟子的底蕴 是何其深厚 除了像叶剑秋 风云修这等来自领东七百国内的绝世妖孽剑修之外 其余的人 几乎都难以进入前二十 今天建帝 第五百八十九章 白纸渊的造化 作者 地剑一 叶剑秋居然又是今年的第一 风云修第二 林白第三 剑若涵第四 我却 没想到啊 风云修第一重考验 第二重考验都是领先第一 没想到最后关头被叶剑秋给抢了 很多走入论剑城的剑修 此刻都看向第一名的叶剑秋 露出了一丝惊讶 而风云修此刻脸上难以掩饰的 有着焚天的怒火 第一的位置 是他的 却被叶剑秋抢了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林白 所以 如今风云修对林白 可是恨之入骨 极北看见林白坐在第三名的席位上 顿时激动地大叫起来 林白第三 林白第三 南离刀惊呼道 没想到他居然坐到了 坐在了领东第三剑修的位置上 叶孤星说道 是啊 接下来就是要保住这个位置了 加油林白 保住这个位置 此刻 在白纸渊的身边 慢慢悠悠地走过来了一个 处着黄木拐杖的老太婆 走到白纸渊的身边 好奇地看了几眼 随手一挥 让昏迷过去的白纸渊苏醒过来 林白哥哥 林白哥哥 白纸渊一醒过来 便哭喊道 极北惊喜地说道 九公主 你醒了 被担心 林白没事 林白还活着 白纸渊着急地看向画幕上 看见林白气定神弦的盘膝 做着疗伤 白纸渊这才缓了一个口气 这老太婆笑呵呵地说道 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啊 白纸渊听见这个慈祥的声音 惊讶地回头看去 一个面容慈祥的老玉 正站在她的身边笑着问道 我叫白纸渊 老婆婆 你是谁啊 白纸渊好奇地问道 老玉笑着说道 白纸渊倒是一个好听的名字 小姑娘 你多大了 白纸渊感觉这个老婆婆很奇怪 便警惕地说道 我十六了 老婆婆 你是谁啊 林白哥哥不让我和陌生人说话 老玉若有所思地说道 十六岁了 还不算太晚 倒是没有磨灭这个好苗子 老玉说道 你林白哥哥是那论见城中坐在第三名席位上的那个人吗 白纸渊点头笑道 是呀 老玉笑着看向林白 他的目光虽然平和 但眼神却是万分锐利 随着老玉一眼看去 宛如将林白的灵魂都看穿了一般 就在此刻 林白猛然抬头 他感觉到 有人在盯着他 林白面无表情的一扫四周 瞧见见若寒 夜见秋 风云羞都在盘膝疗伤 并没有人看着他 而这时 林白慢慢地回头 看向了明见山庄北边山脉的方向 眼神之中露出了一丝锐芒 老玉看见林白察觉到了他 便笑道 感知力还不算不错 林天子倒是收了一个好徒弟啊 林天子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收一个吞噬剑魂做弟子 你是想搏命吗 老玉看着林白 清冷地说道 老玉对白纸渊笑道 小姑娘 那你想不想和你林白哥哥一样 变得那么强大呢 白纸渊失落道 当然想呀 但是我天资不足 五魂才玄机一品 注定在武道上 不会有太高的成就的 也永远比不上姐姐和林白哥哥 老玉笑道 小姑娘 这世界上的人有太多的 比我这个糟老婆子 还要老眼昏花的 你且放心 你跟着我 我保证 下次你再见你林白哥哥和姐姐的时候 单手即可将他们镇压在场下 白纸渊气鼓鼓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镇压我姐姐和林白哥哥 老玉一愣 笑道 我只是打个比方 有没有说你非要这么做 跟我走吧 小姑娘 白纸渊说道 不行 我又不认识 我要问问我 林白哥哥再说 老玉仰天轻叹一声 哎 什么时候我收个徒弟这么费劲 那我陪你等着 好不好 老太婆笑呵呵地说道 白纸渊笑嘻嘻地点了点头 嗯 一个多时辰逐渐过去 论剑城也逐渐地坐满 轰隆隆 正当这个时候 剑千秋走入论剑城中 随手便将论剑城的大门关闭了 如今 很多刚刚通过凌空虚度 爬上天梯的剑修 只能看着论剑城关闭的大门 望扬心叹 完了 晚了一步 九千剑修已经落座了 接下来要开始比武了 放我进去 放我进去 我要进去啊 尚且还有三千多位剑修在论剑城外 不断地拍击着大门 哭喊无门 剑千秋走入论剑城中 来到中心之处 此刻全场所有的剑修 从冥想中醒过来 看向剑千秋和紫义老者 林白缓缓地睁开眼睛 真气和伤势都恢复得差不多了 剑千秋这个时候说道 诸位 首先恭喜诸位 踏入论剑城 领东七百国 剑修何止亿万之多 而本次明剑山庄云天之巅的比武论剑 一共来了三万六千一百五十二个人 每一位都是领东七百国中的人中龙凤 剑到天才 可在这三万多人之中 只有你们九千人有资格走入论剑城 既然你们有踏入论剑城的资格 那就说明你们称的上市领东七百国最强的九千人 恭喜诸位 今日你们扬明天下了 十年苦修 今日登顶 扬明天下 剑千秋笑着说道 听见剑千秋这一句扬明天下 此刻所有的剑修 脸上都是露出了激动和兴奋的笑容 不仅仅是《论剑城》中的剑修全都激动了 而且 如今在领东七百国内 能看见《论剑城》中的画木之地 不少的家族 宗门 在《论剑城》中找到了自己宗门的弟子 都是个个的欢呼起来 包括神武国林剑宗 苏剑南坐在掌教座椅上 看见第三名席位上的林白 激动得热泪盈眶 林剑宗所有的舞者 全部都沸腾起来 声音传遍百万里 剑前鸠继续说道 接下来 为大家介绍一下 一位特殊的来宾 哗 突然 苍穹云端之上 传来一片震动 一股庞大的力量 恍如天威一般震碎云端 露出一个紫意老者的身影 全场见羞惊呼 面色惊恐地抬头看去 那一个紫意老者 带着微笑 一步步地从云端走下 这才是真正的凌空虚度 没有依靠任何手段 单凭修为之力 就风轻云淡地走在空中 恍如平地 今天见地 第五百九十章 神纪领第一剑修 独孤云 作者 帝剑一 这紫意老者一步步地走下来 脸上笑容不减 一副轻松的模样 但这一幕被论剑成中 以及领东七百国 所有正在观看这一幕的舞者来说 却是深深的震惊 凌空虚度 飞天境强者 居然是一位飞天境强者 不会错了 凌空虚度 飞天顿叠 是飞天境没错了 明剑山庄 居然邀请 来了一位飞天境的强者 马德 这次来明剑山庄不亏 不仅仅能看见领东七百国的巅峰剑修比武 还能看见传说中神龙剑守不剑尾的飞天境强者 如此观战的舞者 纷纷激动地叫喊起来 飞天境啊 在领东七百国内 出现一个地单境 都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 却没有想到 此刻直接来了一个飞天境 岂能让人不惊骇 紫衣老者落下 林白看着他微微一笑 而紫衣老者 根本不敢 与看林白的眼神 直接将头撇过去 看向别的地方 笑着说道 老夫独孤云 来自神祭岭 死 听见这紫衣老者简单的自我介绍 顿时整个论剑城中的剑修 都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惊骇 他们首先惊骇的是 紫衣老者来自神祭岭 神祭岭对于领东七百国的舞者来说 那就是相当于武道圣地 神祭岭上没有弱者 都是神丹静的强者 而让这些剑修更加惊骇的却是 他说他叫独孤云 风云修一听 第一时间站起来 抱拳恭敬一礼 千千有礼地笑道 原来是独孤前辈 在下风云王朝太子风云修 久闻独孤前辈大名 今日一见 真是三生有幸 全是独孤云 独孤前辈居然来了 天哪 能见到独孤前辈 真是我等剑修的莫大荣幸啊 论剑城所有剑修 都是一脸激动地看着独孤云 纷纷抱拳行礼 说着吉祥话 恨不得让独孤云多看自己两眼 哪怕是独孤云看他一眼 这些剑修都觉得 是自己祖上积德 林白一愣 自言自语地问道 独孤云是谁 距离林白比较近的剑若寒 一听 便低声对林白说道 你居然不知道独孤云 林白摇头 剑若寒美好气地看了一眼林白 说道 独孤云前辈 神纪领上的三位长教至尊之一 同时 他也是神纪领上五丰九院之一 剑道院的院长 同时 独孤云还有一个称号 神纪领第一剑修 剑若寒谈起独孤云的时候 眼神之中充满了尊敬和敬畏 独孤云身上 无论是哪一个称号搬出来 都足以震动领东七百国 神纪领三位掌教至尊之一 神纪领五丰九院之一 剑道院院长 神纪领第一剑修 非天境超级强者 独孤云身上 充满了荣耀和光芒 这是一种强者的身份 听见剑若寒如此一说 林白这才感觉 独孤云来历非凡 原本之前在来明剑山庄的路上之时 林白猜测 独孤云可能也就是 武丰九院之一的一位院长 像雕城一样 可是林白万万没有想到 独孤云居然还是神纪领第一剑修 如今来参加领东七百国剑修比武 林白这才明白 能成为领东七百国的第一剑修 是何其之难 面对的高手多如牛毛 要从整个领东七百国数万剑修高手之中 脱颖而出 才能成为领东第一剑修 这已经是很难了 而神纪领 可是汇聚了整个领东七百国的所有天才 要想从这里面冒出一个头来 都是极难 独孤云不但从这天才如云的神纪领上冒头 还成为了神纪领第一剑修 那实力和修为 自然是不用多说 恐怖至极 独孤云仅仅是自曝了身份 便引起了论剑城之中的一片哗然 和惊天风暴 独孤云此刻笑道 大家不要紧张 我就是随便来看看 接下来的比武 各位好好发挥即可 让我们看见一场精彩绝伦的剑修比武 当然了 既然老夫来了 自然不可能空手而来 老夫这里准备了一粒丹药 名为天罗丹 此丹来力尊贵 药力充足 服下之后 足以让半部神丹进武者 突破一个境界 若接下的比武 谁获得了第一 那么次丹 就算老夫对后生晚辈的一点栽培吧 独孤云说话间 从储物袋之中 取出了一个宝盒 这宝盒尚且没有打开 便有一股浓郁药香 回荡在论剑城之中 林白一惊 心中嘀咕道 万年份的紫云草 三万年份的修罗花 两万年份的老龙树根 这可是炼制天丹静 服用丹药的主材料啊 这丹药 估计价值不菲 正如独孤云所说 谁若是得到这一粒天罗丹 就足以轻松突破一个半部神丹进的境界 如果我能得到这一粒天罗丹 我就可以直接突破到半部神丹进后期 再加上得到木剑冯春草 凝聚出木铃玄 那就算是林子尔有逆天之力 我也能与他有一战之力 林白面色认真 攥着拳头 目光看向独孤云手中的饱和之时 眼神之中露出了火热和渴望 剑千秋此刻笑呵呵地说道 哈哈 多谢独孤云前辈 亲自来到明剑山庄观看比武 这不仅仅是全场剑修的福分 也是我明剑山庄莫大的荣幸 在场的剑修们 你们可要好好努力了 如果独孤云前辈看中你们了 直接带你们去了神纪岭 那可是一飞冲天的好机会啊 就算你们 没有被独孤云前辈相中 但他老人家一高兴 指点你一番修为 以他神纪岭第一剑修的身份 足以让你们受益终身了 剑千秋三言两语之中 将独孤云的身份和力量 全部都说了一个清清楚楚 论剑成中的剑修 前来比武 无非就几个想法 第一 自己苦修多年 自认一身剑法 超凡入胜 也想找一个对手比较一番 明剑山庄便提供了一个大舞台 让领东七百国的最强剑修具在一块 比武切磋 第二 修为已经达到了领东七百国的巅峰境界 必须要去神纪岭 寻找更高的突破 而明剑山庄的比武 含金量极高 每一年都会有神纪岭的高手前来观战 此地是一飞冲天的好机会 第三 明利 正如叶剑秋所说 纵马在江湖里厮杀 无非就是明和力放不下 明剑山庄的比武 能让整个领东七百国的所有宗门和武者看见 一旦论剑城中露面 那此人将明阳领东七百国 明镜十多主题 并没有船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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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肩膀 错误' 销 我